新华社消息今天下午一点半左右 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二楼诊实 用斧子砍死一名当班医生 被害医生为女性四十多岁 为针灸科主任医师 凶手身份不明 行凶后跳楼受伤被警方控制 事件原因正在调查当中